您说她是个新人吗 她又已经出过十张专辑唱片 您说她是歌星吗 她又主持过电视节目 您说她是主持人吗 她又写过书 她又是个作家 您说她是个作家吗 她又演过电视剧 又拍过电影 又是个电影明星 身份实在是太复杂了 可以说是一个全才的艺人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艺人 努力追求的目标 做个全才的艺人 那就是我们黄凯晴 你好 马吉你好 过掌过掌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过掌过掌 从小的兴趣觉得 这些写作就很有趣 对对对 对这一方面 还有我小时候还要写卡通片 写卡通片 对啊 以前喜欢看电影嘛 看卡通片嘛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 用一个饼干的罐子 隔一个洞 然后里面放一个卫生纸 一大卷 每一格都画一个东西 然后一直卷进去 然后自己看卡通片 真的啊 真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好玩 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长大以后也有接触 比方说 那个算是电影吧 卫生纸电影 卫生纸电影 可是现在也有接触 那个娱乐团 电视啊 电影啊 还有就是写东西 以前写的是漫画 可是现在写的就是小说 对 我们在华海情是很年轻 可是年轻喜欢听老歌 就像你小时候 很喜欢研究三零年代的东西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 我喜欢怀旧 很喜欢怀旧 很喜欢怀旧 年轻小的时候 就看三零年代的东西 然后唱歌也喜欢唱老歌 今天虽然是这个 出了新唱片 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 你还要我们安排的老歌 对我 我以前在香港啊 我们听歌开始的时候 都是听国语歌 所以这个歌我是很久以前已经听了 所以现在可能 可能有点忘了 可是还是希望 努力的把它唱好 努力的把它唱好 我们来听听华海情 唱老歌是什么呀 先听到你的老歌 今天是不是带了吉他来 有 试试看啊 你们给我倒太子啊 好大 我们两个拍子可能不太一样 不会吧 你们是合作啊 我重重地走入山林中 山林他一重重 我照顾到他的心中 舍听到那树摇峰 我重重地走入山林中 山林他一重重 我照顾到他的心中 却听到那树摇峰 南平晚中 水风飘送 他好像是桥 要桥在我心壳中 南平晚中 水风飘送 他好像是吹 他吹醒我像是梦 他吹醒了我的相思梦 像是有什么样 我重重地走入山林 又见到那夕阳 上的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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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